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民族都希望跟大唐沾上点亲戚关系 这样显得备有面子 其中赞谱就是一个 赞谱是历代赞王的称号 唐太宗时期传到第三十三日 他也是土方王朝的立国之君 名叫松赞干部 当时中原地区出现真冠之志 松赞干部对中原的文化十分向王 便派人到长安向大唐示好 贞冠六百三十四年 松赞干部的使者来到长安朝建 带来了西藏地区的特产 同时想向唐朝求一门婚事 离市民建西藏地区太远 而且大唐的公主 岂是你想娶就能娶的 所以就没同意 这下让松赞干部很没面子 后来其他部落像挑战大唐的权威 松赞干部听说后也来掺战一脚 希望接此挽回当年被决婚的面子 不料得李世民立马反击 结果这些小部落马上喂了 而松赞干部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立马向唐朝投降 这次松赞干部派人带来了黄金五千元 还有其他宝贝 希望唐朝能赦免他的罪过 李世民这次倒霉为难堂 于是松赞干部的使者趁机又向唐朝求婚 李世民建藏王如此痴情 便一口答应了他 公元六百四十年 李世民封李世为文成公主 次年便嫁于土藩 成为松赞干部的王后 松赞干部听说唐朝把公主嫁给自己 竟然有点飘飘然起来 于是向为公主做点什么 也表达自己对公主的爱慕之情 松赞干部对身边的人说 我父祖为友通婚上锅子 亲我的上大唐公主 魏姓十多 当魏公主住一城 以夸世后代 就这样他打算为文成公主建立一座城堡 直到公元六百三十一年 这座城堡终于建起了九百九十九间宫殿 一千间修行室 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建成后 经过无数战火和雷击 后世也曾多次修补扩充 到如今这座宫殿屹立不倒 而且成为拉萨的著名景点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座宫殿是当年松赞干部 为了求爱曲公主而建的 如今人们去拉萨旅游 定然需要去看看布达拉宫 否则就相当于美学 如今的布达拉宫 已经成为朝圣者的终点站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这座宫殿也有爱情的象征 所以非常适合情侣去看看 可惜小编是一直可怜的单身吧 否则也定要去看看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